看我们今天要干啥 拔包米 现在闲的没有事就是把晒干的包米都拔了 拔了自己家吃或喂小鸡啥的 是吧 对啊 没有事啊 拔了什么都好了 在牛的人在家也得拔包米 没事的时候也得拔包米 对啊 我就是干活的老大 干活我说的是 你猜我想起为啥想起这句话 我经常看那个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 都一到了这个季节 你说在在外边在就是那个意思 在外边在牛的人回家也得拔包米 对啊 出去看的挺好 出去都睡光了一会儿的 回来都得拔包米 看我们怎么拔这个包米啊 你怎么没擦一擦呢 应该有那个 用这个包米糊子垫的 用这个包米糊子垫的 对 我们从小就拔包米 这个包米糊子 看这些包米糊子 直接就引火了 加火了 生柴火了 怎么把吃饭的架布事给找没了呢 那边上那个 上前屋的那个厨房上了 那个那个草子里没有 那草子里没有 你把大盆拿一拿呀 能看着吗 看着了没有 我还要控制啊 那没挂前面那个那个厂房里 那里有吗 没有 没有 我们本来是打算找那个 那个草包米 那个草子 没找着啊 对 没找着啊 然后现在只能就是 撞袋里垂了 最原始的方法了 垂不 那两家伙子你做好吃的 你做啥好吃的 你做啥好吃的 我还以为你做呢 行 行 少整点先 对 多了打不远复 给你个棍儿 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这个豹米 就是没没 没给它炸的时候 正常不是有那个 插豹米那种插的 就是一个铁条 那种 然后把豹米放在上面 这样插 插的一个笼钩 插的这种一钩 一条一条的再往下扒 就好扒了嘛 然后我家那个 插豹米那插的没找着 就用这个袋子 放在这个袋子里 用棍子砸 砸完之后 它把这个 有的粒砸掉了 然后就用 把这些 没砸掉的这些粒 用这个豹米糊子垫的 给它扒下去就行 在我包里吧 在鞋棍上 它这样的就比较好拔 这种就没法拔 不好拔 这个豹米没太晒干 要是晒干的话更好拔 晒干一大 就比较多 你这不晒干就摆掉 对 不会压压力 这干一放下去 啪啪去 要是啪啪 啪根 要摸手 摔手套不行 然后大棚里这些包米也就是 反正就是没有事的时候 就抽空就拔一点 抽空拔一点 拔完了晒完了 就留在自己家 茶点大茶子 或者是喂小鸡吃 这包米粒没太干 晒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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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 没事